Om 阿拉巴萨那地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唐人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学习 《现观庄严论》 已经去年开始讲了 今年就完成 这也是很好的 我们整个五部大论 有时候是两个论进行 有时候三个论一起 前面已经圆满地 结束了好几部论典 而颂词当中讲 我们《现观庄论师》 应该是以前没有讲过的 那么这次看我们学院现场的道友 包括网上的一些道友 都基本上圆满了 这次的课程计划 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讲完 讲完之后要具体讲什么 现在还没有说 《现观庄论》我们可能学一遍 一般来讲是不够的 一定要以后有机会 从颂词上 讲一上 还要在其他的论述上 要长期讯息 我们前两天也讲了 希望我们学院当中 现观般为主的 应该在重要的 比如说一些争论比较大的 或者具有要旦心的 这些问题 大家展开辩论 尤其是前两天我也讲了 《五波达论》的论文 希望大家应该要重视起来 年底的时候 如果实在是个个班没有 那就没办法 如果有的话 应该跟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论文节 以后可以留下一个资料 我想现在在历史上来看 我们这样这么多人一起学习 而且学习这些五波达论的人的水平 也应该算是相当高的 这样的人集聚在一起的道场 恐怕以前是没有过的 可以说 我们不是夸张自己 那将来很难出现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抓住机遇 否则时间过得很快 到一定的时候 也许我们现在这么多的智者 聚聚在一起的现象也成了一个历史 但历史毕竟它是流失的 但如果我们从文字上留下一些资料 这个也是对后人有用的 因此发行人员 大家当下的看书和读书也很重要 但也要考虑未来 这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可能当下只要修行 只要闻思就可以了 然后对人类的未来 当前的社会不太关注 当然我们不一定 所有的人都要关注 有一部分真诚修行的人 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也需要有一部分人 要关注这个社会 否则我们现在佛教徒 每个都是变成一个树袋子 基本上谁都不管 旁边的现实的话 可能活法利生的责任 不知道到底谁来承担 因此我们各个方面 也要有一种内修 也要有一种外观 在外观的时候 以弘法利生做重任 尤其是现在学院当中 很多人发心 这个发心特别重要 我也从个人的角度看 也特别感谢 有时候我们看 学院的这些发心人员 确实也是跟其他 世间上的一些专业人比较起来的时候 我经常比如说 我们的技术上 工程上 还有一些文字上 请一些专业人员 他们大概是待个半个月 或者半年左右 一个月左右 那一个月的供钱非常非常高 但是结果都不是很好的 而我们学院长期发心的这些人 很多人的水平往往超过他们 但是他们确实也是非常乐意的 这样做的话 有时候我也想 这也是诸佛菩萨的 一个事业的显现 否则很难显示 现在很多人也想 弘法利生也想成功 世间的一些事业也想成功 但是有时候没有善缘和因缘具入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说在学院当中 我是经常看着 这些人一个人的发心 一个人一年的发心 两年的发心 如果我用其他的金钱 和其他来衡量 那就无法的 我也没办法报到他们的恩德 确实也经常这样想 反过来说 我们可能传法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创造的因缘和条件 也有一些价值和意义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应该好好地 大家应该关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现观众论》 《现观众论》也好 还有其他论典讲的时候 以后各个地方的讲考 讲考现在有个问题 我发现一个是理论上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光有一个理论上的知道 或者法师怎么讲 堪布怎么讲 这个幅度一遍的话 这完全成了一个幅度 也不行的 所以我们以后有个要求 还是要尽量地加上一个自己的体会 比如说 我们讲宿命无常的话 先如广尊者说 宿命无常是到底怎么讲的 然后在这个同时 我对宿命无常是什么样的 这叫做一种修行 我们讲《现观众论》的教义的时候 我们讲八十七十亿 比如说七十亿的每一个意义 就是我自己对它的体会和感受 从我自身对它的感觉 最好还是要描述出来 当然每一句不一定也说出来 但关键的 比如说我们要讲一个讲考的时候 讲考过程当中 他自己也要发挥 包括我们现在的教言咒这边 也希望以后让他们自己 对这个讲一个公案 我会讲这个公案的 但是讲完了之后 这个公案对我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 启发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所以我们有些道理上和理论上的这些道理 也应该有一种 不但它是有一种理论上面的 跟它的一种阐述 同时也应该需要有一个 结合自己的体验 体会 这个很重要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到 第八品当中的法身 就分为法身 宝身 还有化身和事业 分四个方面吧 应该首先讲法身 讲它的本体和差别 它的功德分两个方面 这个功德有无然之差别 还有原知之差别 这个无然之差别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声闻无证定 除人知烦恼 佛无真永断 举落灯烦恼 就是讲这个种词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讲佛的功德 讲佛的功德 法身的功德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实际上佛无漏的有二十一种功德 那其中当时我们提到了 佛陀有无然的灯耻和原知的功德 就是讲到这个 当然二十一个无漏法当中 还有其他很多法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 有个别的一些功德 小乘当中也是有的 为什么佛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呢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讲 无然灯耻的话 其实小乘的声闻 原觉 他们都有 那为什么说佛陀特有 无漏法的功德呢 这个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对他进行回答 进行回答的时候就可以说到 声闻无尽定 出人之烦恼 就是小乘当中的声闻相续当中 也有无然之定也可以说 无尽之定也可以说 那么无人之定 它是实际上自相续当中 非常清净的一种境界 不会有任何染污的 就是这样的 小乘当中的无然之定 它通过肉定和通过智慧来观察 观察以后发现 自己今天如果到城市里面去的话 城市里面的这些人 看到自己声闻或者原觉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起贪心 诚心等等这些烦恼 如果他会生起贪心 诚心等等这样烦恼的时候 那么身为原觉 他用正知之念来摄持 干脆不去 如果他当天要去 花园当城市里面的时候 别人虽然怨他 但是依靠他不会对对方的众生起烦恼 而且通过自己的一些威仪 生于义的行为 可以把对方的烦恼遣除 病除的话 那自己愿意去 这是一般来讲 我们小乘当中的 所谓的无然等持就是这样的 他通过前面他的前道 有一种智慧 有一种禅定 那么这种禅定和智慧结合起来 他去度化众生 就是度化众生 当然在历史上看 有些阿罗汉 他因为没有来得及 就进行思考和观察入定 然后比较匆忙地 进入城市当中 后来有些人看他 生起贪心 看他生起嗔恨心 而犯戒 产生痛苦 后来佛陀发现以后 被遮制 并且以后要求身为远军 没有经过详细的观察入定之前 不能随意到城市里面去 也有这样的戒律 我们这里分开分别的时候 声闻远军他的无证定 只是出烦恼 看到众生有烦恼的时候 能不能遣除 如果能出 他可以去 不能出 不去 他的禅定有这么一个差别 而佛无证永断 聚落灯烦恼 佛陀相续当中这样的 无然的灯磁 一跟前面相比较起来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怎么不相同呢 其实佛陀相续当中的灯磁 无论是他在任何的时候 只要他去一些城市 城区 这些地方去的时候 一般来讲 有个别的人不可能看到佛陀 而对他产生烦恼 即使有少数人看到他 生起烦恼也会堵化 所以可以永远地断掉他们的烦恼 声闻远军不能 因缘聚合的时候可以断烦恼 因缘没有聚合的时候不行的 佛陀不相同的 就像是历史上的芝麻丸 芝麻丸当时是因为 恶制式的引导 后来他杀了999个人 还差一个的时候 当时整个城市里面 所有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都害怕 已经躲起来了 找不到了 只看到了他自己的母亲 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 一直没有吃任何东西 非常可怜 准备给他送东西的时候 他又开始准备杀自己的母亲 他正在母亲 开始说他的时候 佛陀发现 度化他的因缘已经成熟了 然后掀一个比丘像 在很远的地方开始走了 这个时候芝麻王看到以后 生起极大的嗔恼心 他想所有的人都已经躲避我 这个萨满太傲慢了 然后他拿着宝剑向佛陀追 这个时候佛陀 慌慌地往前面走 但是他这么快速地去跑 也是赶不上 佛陀明明看到特别慢 但是他一直追不上 后来芝麻王说 你听着 不要动 不要动 佛陀说 我一直听着的 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心在动 说了这些话之后 后来芝麻王也是恍然大悟 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看来 刚开始的时候 佛陀作为对境 芝麻王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极大的嗔恨心 但是因为佛的善巧方便 他相续当中无燃灯耻的力量 芝麻王相续就开始调化 后来他也是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就是阿罗汉果位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现 无燃灯耻给小乘相续当中的灯耻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出来 当然我们度化众生其实也是 光是看别人的形象 或者他的方法相同 也不一定结果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两个人弘扬佛法 两个人弘扬佛法 也许他所传的法都是一样的 两个人都传的是金刚经 但是一个人 他相续当中的烦恼也少 而且有一定的等持和境界 一个人他没有的话 他所接约的众生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因为这是有一定的差别 就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现在世间生的有些人 觉得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成功 我不成功 好像在其中自己眼睛看不到的一种神秘的因缘 已经忽略掉了 不管是弘扬佛法也好 平时世间当中 事业的成功也好 成办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些人做事情 非常容易 有些人做事情不但不容易 甚至反而可能也带来许多烦恼 我也是经常想 比如说发心人员 我这边有很多发心人员 可能方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时候 每个人的自己效果 还有很多的整个管理 管理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当然每个人 可能有些是对方的问题 有些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有智慧 观察对方也好 自己也好 到底因缘在何处 这是非常重要 佛教里面经常讲因缘殊胜 在哪些情况下 是这样的殊胜因缘可以出现的 在哪些情况下 不但因缘不能出现 反而因缘 善缘变成恶缘 这种现象也是有 我们的初心是好的 但是后来结果也不好 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下面我们讲到 这个是刚才讲无证等词 下面有缘止 缘止也是《二十一种无漏法》里面讲的一个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小乘的相续当中也有 我们《俱舍论》当中也是经常讲 最后讲的时候 声闻缘觉也有缘止 佛陀也有缘止 其实缘止是他能通达 人前世的一种 俗世因缘 发愿的一种智慧 也可以叫缘止 他这里这样讲的 说是 佛陀也有缘止 人云无障碍常住 普达一切闻 普达一切闻 我们这里也讲 声闻缘觉也有这样的缘止 那么佛陀在《二十一种无漏法》里面讲的话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虽然声闻缘觉也有这方面的智慧 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究竟的 不是完全遣除了 一切障碍的 这里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他是这样的 佛受缘止 人云无碍诸 佛陀相续当中具有的缘止 他有几种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它是人云 并不是特别轻作的 如果像声闻缘觉的 比如说目犍连当时讲 释迦族的整个前世的 一些俗世因缘的故事 他没有入定的时候 没办法讲 经过入定 详细观察之后 才能说出来 因此佛陀完全是不相同的 跟任何一个俗世的因缘 直接可以宣说 所以说他并不是人云的 而且声闻缘觉 他因为相续当中 还有所知 障当 其他习习 这样的原因 整个 比如说时间 隔得太长了 他也不知道 环境太遥远了 他也生痛 没办法设计的 还有特别细微的因果法门 他也是不懂的 等等 声闻缘觉有这方面的 而佛陀一个是人云的 一个无碍住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执著 所以所知障和烦恼障都没有的话 一个是没有碍住 没有障碍 一个是所知障和没有 一个是烦恼障也没有 还有整个他的四种习气都没有 这是一个特点 我们讲五种特点也可以 或者说讲三种特点也可以 一个是人云的 还有无有障碍的 他是普遍的 常识的 也可以讲五种吧 还有常诸的 他的这种远持 他并不是今天知道 明天不知道 或者入定的时候知道 初定的时候不知道 不是这样的 当他真正获得了佛果的那时候起 一直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知道的 因此轮回为空之前 常识是 佛陀与入定和初定 没有什么分别的 因此他会常诸 还要普大一切问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方式 并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能回答 而个别人的问题不能回答 不像我们现在一样 比如说我有时候 到了一些地方的时候 别人提问题 提问题的时候 我有些回答得还比较不错 自己也满意 有些好像不知道 别人问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说回答 有些人表达得不清楚 或者有些有其他目的 他就想问一件事情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回答 但佛陀不是这样的 在佛陀的一些故事当中 你们也看过吧 比如说不同的众生 不同根机 不同因缘 不同语言的这些众生 十方都是问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佛陀用一句话 但一句话的时候 这句话传出不同的声音 传出不同的语言 比如说饿鬼给我问一个问题 地狱问一个问题 天人问一个问题 有六个问题 问到佛陀 但问到佛陀的时候 佛陀可能会说什么萨玛拉什么什么 结果这句话 每个众生都给他 已经有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有满意的回答 但我们一般的声闻也好 怨解也好 普通人更不用说了 就没有办法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佛陀的 这些功德有些人可能想 是不是佛教徒自己这么说的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话 那这个我想我们不用多说吧 你们可以翻开一下《大藏经》 《大藏经》里面 当时佛陀的一些来到世间的时候 对各种不同众生结缘 结缘的过程当中 他所提出的问题和 所遇到的众生的语言和所有的历史 现在清清楚楚地记在文字上 并不是一个 这是我们现代人所说而已 这并不是有充分的依据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佛陀跟他的原知上面 也是不相同的 很多方面 佛的智力跟世间人也不同的 再加上世间的一般人 跟一些真正知佛菩萨化现的 善知识的威力 发愿 他的慈悲和智慧也是不相同的 确实有时候我们看 好像人都是一样的 就像我自己 在人生纪念当中看的话 就像上世如意宝 我也城市很多地方 去的时候 每次都是表面上看 跟其他人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当时我来到佛学院的时候 上世如意宝都是 基本上可能五十二岁 差不多跟我年龄吧 应该三七三年 八五年我来的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吧 但是当时我们有一次 我记得在 甘多拉经堂里面 法王讲《中观庄严论》 法王有一天要求你们看哪一个堪布 当时我都是刚来的 好像也不敢提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很害怕 前面提问题的时候很害怕 法王有一次说 你看你们周围的人都可以给我提问题 要求他们同一个时间当中提问题 然后旁边有当时一些老看部吧 他们每个人都提出了 大概可能三四个问题吧 我记得是三四个问题 同一个时间当中问的 同一个时间当中问的话 法王回答的时候 在我面前都是 虽然没有同时回答的 跟这个回答 跟那个回答 跟这个回答 他们问的时候是同时问的 回答的时候 法王给每个人次第心地回答 而且回答的也是非常的正确 我当时很惊讶 哇 很厉害啊 因为当时自己也是从学校里面刚出来 刚开始有点傲慢 我想这些佛教徒 法王虽然成就方面很厉害 但是他回答问题这些方面不知道怎么样啊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 然后一下子就撤回了 我所有的染污液 我们很多人 虽然不能普打一切闻 但是佛教徒也要学会回答问题 因为有时候我也听说 法师也好 有些居士也好 别人问问题的时候 要么根本不回答 就开始转话题 故意这样的 要么回答的时候 根本对对方的问题 没有进行契合 这样很不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学会 作为佛教徒的话 非佛教徒也好 佛教徒当中的疑问也好 还有世间当中的 其他宗教的疑问 我们也应该学会 如果你的这种回答 其实回答的方式 有两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的话 如果跟很多人 有很好的一种机缘 你要给他们留下一些空间 可能对他回答的问题 尽量会断 比如说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就最简单 最精彩的一句话 给他回答 这样很多人有提问的机会 如果有些人害怕很多人的问题 我看到国际上的有些人 包括一些新闻采访 这个时候 有些人害怕别人问很多问题 然后别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给他回答的时候 张王摩家到处都说 到处都说 因为他为了当世间 一定要把尽量稍问一点问题 很敏感的 很尖锐的问题问的话 我就可能害怕回答不上 然后讲很多故事来应付 这也不是很好的 所以佛教徒的一些 希望我们昨天问问题 还是挺好的 提前没有一定的准备 其实讲考和演讲比较容易 为什么 提前都是你自己心里 应该可以有时间看一下 但是问问题 你心里面没有什么的话 很难 而且别人也马上看出来了这个问题 别人也会思考 而且你在别人问问题的时候 你本身心里比较紧张 这个时候翻译都翻译不过来 因此从问问题上 就像萨迦班指导说的一样 一个人的智慧也可以看出来 因此我们平时希望 包括我们学院晚上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因为一些问题 下面的人一个问题学一下 看这样的话 人有时候也有一些多年 我们学院当中也是这样的 以后我们佛教徒 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讲 自己佛教的水平要提升 否则我们佛教徒 人现在越来越多 但是真正理论上和修行上 真正有知识的也并不是很多 在这个时候 不管什么身份的人 还是我们通过这种道理也知道 我们虽然不能普大一切分 但是只要一答一问应该是可以的 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 而且有些人问问题的时候 也是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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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问问题 讲问题 有些人问问题的时候 为了先要自己 啊 讲 讲 也有这种情况 当然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案例 因此我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特别适合现在国际上的一些 学术的交流 也特别适合佛教的基本思想 因为佛教当中我们知道 不管是小乘佛教的经典论典当中 也是跟阿难和佛陀 目犍连和佛陀 目犍连和阿难 还有阿难和文殊菩萨 也有很多很多的对话 而大乘佛教当中也是有 比如说须菩提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等 跟佛和其他弟子有对话的 特别特别多 有些经典 从多到位全是对话的 然后密乘经典当中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佛陀跟金刚兽 还有其他的一些尊者 也有提问的方式 因此佛教两千五百多年以来 对人相续当中的 无名语持要一一断除 也需要跟老师和学生之间 显现上互相对大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此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之后 以后佛教还是在 从学术路要走的时候 通过演讲和通过问答 还有通过大家的思考 由几种方式来进行 这也是适合现在 国际的求证力量 同时也特别适合佛教 这样圆圆的历史 我们下面讲到第三个科判 说明起立功德恒常 周边 人云 一般佛陀的事业 恒常 周边 人云 有三个特点 其中第一个是用 本体是无情人云 自称的功德 然后形象 广大周边的方式讲 世间无尽很长的功德 他用这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首先第一个佛陀的事业 佛陀实际上是以无情人云 自称的功德 有一个真实的宣说 还有他的争论 分两个方面 用詐文 还可以 我还不忘了 还不错 对吧 我自己对自己起信心 这 房子音乐 早 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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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里 工工工 工德 工德 我们法尊语的时候全是用比比比 永终雲 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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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个铐 刚都是一个代词的意思 地等 地来 地等我 后面有三个地 我们这里前面有个鼻 鼻 还有二十个 鼻 鼻 全是用鼻 有四个鼻 差不多 应该能表达出来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讲了 佛陀的事业也好 他度化众生的方式 实际上是无情人云 没有轻作的 不像我们一样 非常轻作的 要努力 累的 中午也吃不到饭 但是做不了任何事情 然后有痛苦 我们有些人很轻作 但是轻作也没有很多效果 不是这样的 谁的手机响了 是吧 那佛陀是什么样的呢 他的度化众生 实际上是人云的 无情的 《入中论》当中也是讲了 说 此寂灭生无分别 如如意受牟利咒 众生为空长离世 离习论者是能见 这是应该是《入中论》里面讲的 《入中论》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佛陀的寂灭法身 没有分别念的 没有分别念 但是即使没有分别念 他也可以同样地 饶益有情 就像世间当中的 如意树 他没有任何分别念 但别人祈祷他的时候 他可以满足 如意宝珠也是同样的 他可以满足 所以整个世间当中 众生没有空之前 如意树和如意树 饶益其他有缘者一样的 佛陀发生恒强不变的 利益众生的方法 永远都是可以呈现的 因此虽然他离习论 但是离习论者 他可以在有缘的众生面前实现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证 其实这些重要的教证 我们全部的论典能背下来 最好是能背下来 如果全部论典背不下来 终点的这些教证 大家一定要背下来 意思是什么说呢 我们佛陀 因为他前世的一些宏愿 还有他通过很长时间的 积累资粮的善的圆满成熟之后 成熟之后 一个是众生的善业 还有我们佛陀的宏愿 这样的因缘成熟以后 他需要说话的这些众生 与比比说话的话 值得首先在某一个地方 所遇到的有缘的某一个众生 那么这某一个众生 依靠某一种方法和善巧方便方法 这样的时候 他可以实现对他自己 有感兴趣的饶益 通过这种方式来 佛陀在他面前可以呈现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佛怎么样度化众生呢 佛没有分别念 但没有分别念 实际上这种因缘跟有缘的众生 它可以聚合的 我经常这样想 上师如意宝的发愿里 比如说在拉荣的圣地 是某一个地方对我来讲 上师如意宝的 他的一种加持和直接的摄受 像我这样的一种业力 深重的一个人 后来依靠种种的因缘 在某一年 八五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当时我看到了 上师的摄身像 包括我们地方的一些像 依靠某一个法门和 某一个善巧方便方法 我还是后来有出家和 有这样学佛的一种机缘 这是我想每一个人 也是遇到佛法也好 遇到上师也好 遇到佛也好 只要有因缘的时候 你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种因缘 某一个善知识 某一种善巧方便 或者一种切入殿 这种因缘聚合的时候 刚好你的善根可以复发 而且善根复发的主要根源 就是佛陀的一个视线 在你面前现前 如果他没有视线 确实也是很难的 因此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 有一个 比如说佛陀的化现 像上师如意宝那样出现 实际上我们这一带的 这一群众生 对他有非常殊胜的因缘 那天有一个人问我 你为什么提倡 法王如意宝的上师遇见 要求念诵 其他的上师也好 包括你们自己的有些 并没有那么赞叹 你难道有那么大的分别性吗 一个人很直接地问我 我说 我其实也并不是的 因为我们这一群人 如果用公正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上师的这种发愿 很有差别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电脑 像苹果 脸像 锁料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普遍用的这个 那它的操作系统 跟我们来讲还是比较近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发愿 还是跟拉荣有一定的差别 即使我们用这个 跟其他并没有排斥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使用 而且使用它的能力和范围 就非常普遍 这也是一种缘起 所以我说 末法时代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众生祈祷 莲花生大师 然后莲花生大师祈祷的人 他在修行过程当中的 文缘很容易遣除 这也是里面有一个殊胜的因缘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不分别其他的派败 也不排斥其他的传承上师 上师瑜伽 什么都可以的 像我们很多传承当中 都很观清净心的是可以的 但是最主要 关键是你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是出现在某一个地方 在某一个时间当中 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当时度化你的佛的化现 是跟什么样的因缘有关系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方面希望很多人应该这个因缘 其实有时候 因缘还是很重要的 佛陀有一次在讲法的时候 让阿难尊者去拿一些水喝 阿难尊者去很远的地方 大概是五里路以外的地方 有一个妇女 在一个水井里面提水 然后当时阿难尊者要那个水 他不给 他说我们村子里面都不够 更何况说你这个沙门 他不但不给 而且态度特别不好 然后让他念出来了 阿难只有回来了 就告诉佛陀 我本来很远的地方看到水 但是没办法 不给我 而且那个老妇人的态度特别恶劣 然后佛陀让舍利子去 然后舍利子去了以后 那个老妇人见到他的时候 特别开心 心花怒芳 非常慈爱和爱的态度来接待他 给他给水 还要给很多吃的 就特别 舍利子晃晃晃晃晃地带水回来了 然后当时眷属不接 同样是两个佛的眷属 一个是别人对他那么好 一个是对他那么不好 什么原因 后来佛陀说 其实这个跟前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阿难以前也是一个商人 舍利子当时是一个毒素人 他们两个在过路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鼠的尸体 商人看到老鼠的尸体 他就生一个嫌弃心 然后他捂着鼻子 觉得尸体很臭 就离开了 那个毒素人他看到以后 起一个怜悯心 然后他不但没有生嫌弃心 尽快把他的尸体 放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挖一块地好好地埋下来 然后就走了 所以这个因缘 因为刚才那个老夫人 实际上前世是老鼠 但后来他的尸体 跟这两位人有关系的 后来这种因缘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完全是同样两个人 但是好像一个人跟他说话 就没办法的 我们有些发行人员当中 也是讲 这个人谁来跟他说好呢 哦 可能是你好 因为他对你的看法都还比较不错 他在某个场合当中 我们都经常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求一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今天看这件事情是谁来说的 看你去可不可以 你去不行 好像是他对你态度很不好的 不管怎么样 哦 这样的话 没事 我去 我去的话 我们两个还是很好的 我们那天有一次吃火锅 我们老得可开心呢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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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是一种因缘 同样的道理 度化众生也好或者佛教化众生 下面也会讲 如果一点因缘都没有 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下面怎么讲的 这是一个证诺 下面就是讲 这里会有这样的 既然是佛陀对度化众生的所有众生 人云自长 他没有什么分别的 对所有的众生 同样的有慈悲心来关照 或者说普遍 为什么是佛不度化所有的众生 为什么度化特别的 对他的宿作眷属 他个别的身边 为什么是这样呢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这个时候 我们就给他回答 实际上这也是需要一种分析 佛教的这些道理 还是需要闻思 不然现在世间人 他自己的一个疑问 或者自己的一个邪见 作为真正的正见 然后以自己的邪见 比如说 我们刚才这个疑问 有些人可能没有给他进行回答 他永远都是这样想 佛教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佛教如果是慈悲的话 为什么是不度化所有的众生 没有人给他回答的时候 他永远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正见上 现在我都遇到一些老板 有些邪见者 很可怜的 非常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始终都是没有人给他 开始解开这种迷雾 非常可怜 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下面这样回答 实际上虽然佛陀无情人云的众生 度化众生 所有的众生 但是实际上 这种也是要讲一种因缘 啊 也是要讲一种因缘 原来大概是八七年 八六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终日神山要修一个路 说是关于伏藏的事情 当时我们发黄如意邦 然后慈善罗主堪布 我们两个当时找一个领导 然后这个领导 凡是有很多的辩论 然后我们用一句话 好像跟这个比较相同的 不说了 这个好像说了也挺长的 你们也搞不懂 对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辩论的话 还是要回辩论 不会辩论的话 实际上这种道理变成一种邪见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佛陀仁于之称地度化众生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众生都能度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第十天 天王 他通过一种 他的威力和福德 在整个世界上 他同样没有任何片段 天王不可能像我这里讲下 那里不讲 没有这样的 他还是依靠一种平等的福德 降下了雨水 那降下雨水的时候 如果下面的种子完全被火烧了 或者已经干枯了 或者已经造就 它的核心已经没有了 像种子坏了的这些 永远也不可能长出妙牙来 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同样的道理就是 佛陀虽然是关照所有的众生 他没有片段的 但是世间当中有个别的一些众生 暂时他的善根种子 就像毁坏了一样 完全毁坏的话 按照大乘佛讲里面 并没有承认 但实际上他暂时没办法长寿的 像这种人的话 即使佛陀的这种善妙和功德 再怎么样现前的话 也没办法的 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 三星比丘 还有提婆大多等等 有些不要说 佛来度化 连看都不想看 以前我讲过 极孤独长者 他天天跟佛做布施的时候 他观财物的 有一个官家 一个女的 特别吝啬 他特别不高兴 有一次他们为了想度化他 他们想说 他见到佛陀的话 应该是很好的 肯定佛陀的相好庄严 会感化他的 后来有一次 佛应供的时候 让妇女带一些东西 刚好跟佛碰上 跟佛碰上的时候 她马上就特别害怕 然后就往后跑 结果往后面的路 他们故意全部挡了 挡了以后 他向上下都跑不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 他用手把眼睛伏住 结果他的眼睛没有挡住 眼睛都变成光 光里面看到佛像 他闭着眼睛 还是伏在现前 他就特别痛苦 害怕他跑到家里去 然后自己在一个驻渡里面 用矛盘盖上 害怕佛来找他等等 他就连看都不想看 后来好像罗霍罗还是谁 谁已经度化了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佛陀在世的时候连看都不想看 这样的业力深重者 更何况说 世间当中其他一些 所谓的善知识 其他人度不了的众生 是非常多的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我们不能认为 只要有善根的话都可以度 只要有道理的话 都可以去说 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 在某些地方可以的 但某些地方确实也是不行的 因此佛陀虽然对 关照所有的众生 但这个教证也非常重要 大家还是应该经常记住 比如说一个善知识 虽然他的慈悲 已经关照所有的众生 但是实在是没有因缘的话 他也度不了的 这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佛陀的慈悲 也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 无缘不和善 就是没有缘分的人 有些上师再好 也没办法的 那么有些菩萨的能力 再怎么样 也没办法的 你看我们有些人 这个因缘确实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有些人 我们佛学院也好 有些其他的道场去的时候 他看到佛像以后 马上心里产生一种信心 欢喜心 产生皈依等等 有些人他去了这些道场的时候 不但好像不会发芽他的善根 甚至他生一大堆邪见 他同样的 以前我们学院来两个人 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来了以后 他们看到这个道场以后 一个人生起极大的信心 他想出家 一个人生起极大的邪见 他从此之后再不学佛 后来确实是 他们就走了两条路 其实这个很简单 一个道场当中 一个人是有缘的 一个人是没有缘的 因此这种缘分 我们可以讲 它是舒适的一种因缘 一旦它要成熟的时候 很容易的 没有成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劝 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所有的因缘也不能劝 劝不了的 其中也有很多微妙的东西 因此我们学佛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应该 其中的这些道理 不要用特别简单的语言 来开始下结论 要有一种细致地去分析的时候 世间当中的各种因缘 确实也千差万别 所以佛教的开悟也好 佛教当中的舍受也是如此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本体 无情 人云支撑方面的道理 讲得非常好 这里面讲的道理很好 下面 形象广大周边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下面讲周边和恒场 佛陀的事业 也就是说 如是时光大 故所佛为变 即此无尽果 也可所为场 他这里长 遍 因为佛的功德 他有人云的 很长的 普遍的 就是三个特点 在其他《宝心论》等相关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这里说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他的事业是人云的 没有轻作的 还有 他是普遍的 不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事业可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 跟自己相关的人 偏度于个别地方 而佛陀所关照的众生 实际上是所有的 从世间上面讲 他可以涉及到 因为佛的智慧 他可以未来过去 现在都可以的 从我们的整个 地界来分的时候 他对东南西北也好 都可以的 然后从我们的圆境来讲 是圆的众生也好 静的众生也好 情人也好 怨敌也好 都可以的 并不是我们想关心的话 我只是对我关心好的人 跟他去 不是这样的 所以故说佛的智慧 完全是一种普遍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对佛可以有因缘 但关键跟自己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说月亮可以在天空当中 但是我看随其不清净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也试试 没有办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谁祈祷佛 都可以的 我都经常这样想 比如说我们莲花生大师也好 或者释迦牟尼佛也好 凡是一个真正的成就者 你不分任何地方 如果是像世间的一个人 可能是 我试试你的眷属 这样的 实际上不要说佛 我们真正有时候 还是稍微有一点利他心 包括我们在学会里面学习 我都没有任何的 他是学绝朗派的也好 萨迦牟的也好 我有个相似的 普遍对他们的利他心 不管是什么身份都可以的 汉族也可以 藏族也可以 日本人也可以 韩国人也可以 阿富汗人也可以 什么人都可以 但只要他对人生和解脱 真正有一些掌握 我很随喜的 同样的 我们祈祷莲花生大师 什么样的身份的人都可以 祈祷法王如意宝也是一样的 你什么样的人 你要去祈祷的时候 他会给你 但如果我们没有祈祷 他没办法逐遍 所以逐遍的道理 其实有很多甚深的意义 我们对佛的祈祷也好 佛陀和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涉受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经常有一些分别心 噢 这个上师对我很好的 这个上师对我很不好的 对他很好的 本来上师和这个上面 不一定他有偏多和执著 但是你自己把自己 然后就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那个时候不是什么上师 这个佛陀 啊 莲花生大师对我不理了 莲花生大师根本没有这样的偏多心 但是你就想 莲花生大师 好像我不理了 莲花生大师跟其他的关系很好的 我反正祈祷也是什么样的 莲花生大师 没有 没有 算了 算了 我还是想不睡了 有些人把自己的分别心和业力 跟一些上师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现在世间当中很多真正的一些上师 他不可能是一个人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他好 对他不好的话 那就是他不具足真正的 上师的这种法相 他的这种智慧和悲心 应该是诸别于所有的人 可是我们业力深重的 自己把自己从这个原子当中抛开 这也是一种众生的分别心 来搞界限在这里 下面就很长 世间无尽很长的功德 即此无尽过 也可所为常 因为佛陀的事业 加持和自卑 我们轮回没有空之前 实际上也不会有空的 就不会有空的 佛陀诬蔑多 佛法很注释吧 《不可思议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佛陀是没有涅槃的 佛法没有隐没的 只不过所有的家法器圆满 眼光变异到另一个地方 只不过是专业而已的 实际上佛法是一种 真理和解脱的妙用 他不可能离开的 所以我们乃至世间存在之前 佛陀的事业也不会 佛陀的关注和时间也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真正的一些上师 我们通过真理 我也经常这样想 比如说像上师如意宝 在显现上离开我们 但是实际上只要我有信心 应该是我用不离 不离是什么呢 时间上也不离 地界上也是不离 加持上也是不离 他的整个程度都是不离的 但是如果我有隔阂的心 那么上师既然在你的身边 当下的时候 他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哟 上师原来对我很好 现在好像对我不太好 已经变了 无常了 以后再也不可能的了 现在很多人不懂 大乘佛教教育的这些人 某某上师刚开始对我很好 某某上师 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很好 某某上师 我有钱财的时候对我很好 啊某某上师 我在什么什么地方的时候很好啊 很多人跟上师看着一般的一些 世间人的时候 经常用自己的世间的眼光来衡量的时候 好像跟自己一样的 有很多分别 高地 情愿等等 但是真正上师的智慧 恒常不变 人影自称的话 上师也是不会给你灭镜和不舍弃的时候 可以说是常有的 那佛陀更不用说了 他是很长的 因此其实大乘佛教当中 人影很长 还有周边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名词 这个可以结合于我们的证悟 结合于我们的一之三之十和 还有很多的加持 包括修本尊 这方面都可以用 好 好吧 讲到这里 components表明了 所以我好想消失是 神大乃是 神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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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